哈喽各位观众,大家好,我是周瑜 我是温娜,哈喽 今天的话呢,跟温街来到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 一山半海啊 对吧 今天这个天气真的是就想,好想在这里 好舒服 原地躺下 在这里休息一下 对吧 这个鸟班不上也罢 是 但是不行啦,对吧 这么好的地方,我们怎么不能够 跟各位观众分享一下呢 对吧 对 那么今天的话呢 我跟温娜的话呢 就是来到半海云山 碧桂园开发的一个项目啊 那么它同时呢 它也是属于碧桂园十里云滩 这一个板块 对 只是呢 碧桂园我们最早的17这边的话呢 有海有沙滩 到了它后面的2730海这边的话呢 就看不到海了 离海有点距离 对吧 那么第三七啊 这一边的话呢 就是离海的话呢 有一点点远 内湾有些地方能够看得到一点海 那五七这边维港湾的话呢 也是有海 那么到了这边的话呢 那就是有山有水 对吧 就是主打的一个就是旅游度假和一个私密性这样的一个项目 那可以啊 那么来都来了 就带大家一起看看呗 对吧 嗯 众所周知的话呢 就是说 我呢 因为从小是在山里长大的 你知道吗 嗯 那么为什么我现在会定居在海边呢 嗯 也就是因为从小就是看惯了这种青山绿水啊 这种大山 所以的话呢 就是对海的话呢 就是有一定的憧憬 嗯 其实我在很小的时候啊 我经常看着老家的这些大山 我在想着 如果有一天啊 我有这个能力的话呢 我要把这个 把这个山搬过来 把这个山给开发出来 做一个旅游啊 度假的这样一个地方 可以让更多的人呢 去到我们老家这边去玩 那现在碧桂园就满足你了 对啊 我就感觉好像就是说 现在呢 就是碧桂园帮我们就是实现了 我的这个小小的梦想 对吧 这里真的是挺不错的 我一个免费的这样一个露营地 可以看到了 我们现在的话呢 周末啊 嗯 带着大家一家老小过来这边 露营啊 度个假啊 对吧 这场地 对啊 这场地的话呢 也都是免费的啊 那边的话呢 还有很多新人啊 在这边拍这个婚纱照 有多少野生人 对 这个美丽的画面呢 可能就是会伴随他们一生 对吧 走进这个幸福的殿堂 那么右边这边的话呢 就是靠近我们营销中心的一个位置啊 这个有啊 这个云香滑梯啊 一些娱乐的项目 像 呃 还有一些围绕着小区的一些小火车啊 这些地方啊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玩的 嗯 整体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 我们平时在大城市里面工作打拼啊 嗯 嗯 那么到了朱末 带上一家老小 嗯 来到石林滩啊 啊 这个有山有水 有这么 好放松啊 对啊 有这么漂亮的一个 有绿植的地方 来露营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错的啊 非常享受的一个地方 很享受啊 对啊 并且的话 你看这边都是免费供应给大家的 前面这边的话呢 还有停车位 对吧 又不用担心停车的地方 又还有的玩 对吧 所以的话呢 那么今天的话呢 我们要给大家的话呢 各位观众的话呢 就是介绍 呃 主要是两个房子 嗯 一个的话呢 它是一个小高层的 一百二十五平方的 嗯 对吧 三房两厅两位的 这样一个户型 而且的话呢 是带金装修 还有呢 就是一个 连排的一个别墅 也是带装修的 对啊 对啊 那么我们的这个小高层的话呢 摄影师可以看一下啊 就是在我们这个草坪的这个上方这里啊 就是说我们在家里的话呢 可以看得到湖景啊 也可以看得到山景啊 是非常惬意的一个地方 对吧 好吧 那么事不宜迟 现在的话呢 我跟文杰啊 就一起带着大家 大家去看 看一下 走 好 ciao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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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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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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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